现代阴纽特人是怎么在冬季捕猎驯鹿的 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栓柱干活累了坐在凳子上喝口热茶 兰花还在处理那张驯鹿皮 他们悠闲地享受着退休时光 这时候族群里的年轻人已经替代他们出门捕猎 给族群寻找食物 他们在冰原上盖阴纽特人的传统血物 这些都是栓柱老表亲自传授给他们的 镜头前现代化的雪地摩托是政府给他们配备的 有了这些现代化的工具 捕猎慢慢变成了一种轻松的生活方式 他们会用望远镜观察远处的驯鹿群 这样就能尽量不惊动猎物 观察员告诉猎手驯鹿出家 果然一头健壮的驯鹿从山坡后面走了过来 两个年轻人拿着武器弯腰慢慢向猎物靠近 他们带着专用的风镜慢慢接近目标 他们虽然年轻 却都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好猎手 有了现代武器的加持 他们不用再像先辈们那样 要经过长期的学习才能成为合格的猎手 两个人趴在地上慢慢接近这头驯鹿 进入射程以后 两个人坐在地上举起武器瞄准目标 轻松地解决了猎物 一个小伙骑着雪地摩托带回了他们的收获 他们捕获了两头驯鹿 这足够大家美美地吃上一顿 他们就地把驯鹿处理分割好 要是等到了营地 鹿肉就会冻上 再处理起来会很麻烦 就地分割成合适的大小 回到营地给美加送去 鹿皮可以卖给镇上的皮毛商人 用来购买更好的武器和他们喜欢的杂质音响 在这里只有因纽特人能合法不利 这是政府赋予他们的权利 他们没有竞争者 动物的皮毛可以卖上好价钱 以前拴住老表他们抓到海报或者信录 需要用绳子拖着步行几个小时 甚至一天才能赶回营地 遇到太大的猎物只能就地储存起来 现在有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让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 鹿肉这时候还冒着热气 他们会把最好的鹿腿和胸脯肉 送给族群里最有威望的老猎手 他们为族群的生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用最原始的方法给大家捕猎海报找到食物 现在他们上年纪了 理所应当可以享受这些待遇 这是对他们的那些年无私付出的肯定 也是全族人表达对他们感谢的一种方式 兰花拿出了一根鹿腿 这是今天的午餐 锅里煎着鹿胸肉 他们虽然已经有了炉子 但他们还是习惯吃新鲜的生肉 他们觉得吃生肉才能让身体强壮味道也更好 锅里煎的肉是给小孙女准备的 这些晚辈以后要是去外边生活 再吃生肉肯定不行 兰花还是拿着那把乌鲁刀在鹿腿上切肉吃 大家有没有觉得 她吃出了米其林高级餐厅的感觉 特别优雅特别香 兰花割下一片薄薄的鹿肉围给孙女 作为鹰牛特人 吃生肉是必须要接受的 这是什么时候都不会变得传统 小姑娘吃得津津有味 兰花把肉切成小块放在鹿皮上 让小姑娘自己拿着吃 其实生肉是最健康 最能快速补充体力的食物 有人专门试过 一个人一天吃一顿生肉 就可以满足一整天的消耗 不会感觉到饥饿 他们的午餐就是刚补货的北极迅鹿 高级的食材真的不需要任何加工 大家有没有想来上一口的冲动 这么顶级的鹿肉 小编很想来上一口 要是能放点生抽芥末 我觉得这根鹿腿不够吃 拴住也坐在餐桌前拿刀搁置一条鹿腿 他们每天都能收到族群里年轻猎人送来的鹿肉和海豹肉 再也不用为了食物发愁 拴住也割下小块鹿肉喂给孙女 小姑娘长得这么结实 全都是爷爷奶奶这么疼爱的照顾 要是她以后想要减肥的时候 会不会怪爷爷奶奶小时候给她吃得太好了 兰花把煎好的鹿肉端上餐桌 手里还拿着一罐奶粉 这是给小孙女特意准备的 小姑娘的饭量是真好 刚吃了好几块生肉 看到奶奶刚做好的煎肉 迫不及待的就想下手 结果被烫到了 拴住给她把鹿肉撕成小块 真是个贴心的好爷爷 小丫头拿着刀割肉吃的样子 和拴住当年真是一模一样 不用担心小姑娘会割到嘴 她们从小就是玩刀的高手 一家人坐在一起开心地享受着美食 屋里有暖和的炉子 还有一杯热气堂堂的茶 这在当年是不敢想象的 因纽特人终于过上了风衣族式的生活 拴住这些老一辈的猎人 可以放下脚步 好好的享受生活 真的祝福他们 今天平安夜 大家不要忘了吃苹果 祝你们新的一年开个新鲜 一切顺利 我们下期见